首次上稿5.57分更新时间13点 即时新闻综合报道 伊拉克临近伊朗边境周日晚间9时18分 台湾时间周一凌晨20时18分 发生强震 美国地质调查所USGS测得地震规模为7 3.伊拉克气象部门测得规模为6 5.纵汉外媒报道 地震阵阳位于伊拉克的苏莱曼尼亚 Saliman Isle 东南方103公里处 阵源深度25公里 包括首都巴格达在内的周边区域都有震感 卫报报道 伊朗灾害管理组织统计 伊朗至少有140余人丧命 伤者高达850余人 而伊拉克也有民众罹难 两亿死伤人数可能会再增加 伊朗当地媒体报道 有8个村落受损 部分地区停电 许多民众受到惊吓 纷纷跑出户外避难 在以色列 土耳其 黎巴嫩 阿拉伯联合酋长 中国以及伊拉克和伊朗等地都可以看到关于强震的报道 在巴格达地震可能会被标记20秒左右 而在伊拉克其他省份则持续很长时间 欧洲地震研究中心 ENSC报道地震规模为7 2他们在推特上写到1500公里外 甚至可能有1 8亿人感觉到了这种震动 两亿强震死伤持续攀升 以207死于1700人伤 4 5 5 5 6